歡迎收看Big Boys Club 我發覺想兄弟幫有一個很好的好處 就是可以聽嘉賓 分享一些很精彩 而且很搞笑的經歷 很搞笑 很搞笑 真的很搞笑嗎 如果你不覺得這件事是真的 就真的很搞笑 但如果你相信是真的 就確實我們經常說的 陰謀論是真的很好聽的 但這要說的是信不信由大家 今集我們繼續有一位朋友 跟我們分享很多 大家信不信也好 當故事這麼聽,好好聽的故事 就是卓飛先生 你好 飛哥,你好 飛哥 又來了 上一集、前一集、大前一集 大家麻煩去賣TV.com 重溫卓飛所說的 包括有瑪麗蓮夢露的死 沒錯 瑪麗蓮夢露的朋友 Dorothy的死 Dorothy,那些都是朋友 約翰金賴力 約翰金賴力的死 以及英國的羅茲威爾事件 或是UFO聚毀的事件 所有事情是有牽連 我覺得真的要感謝你,卓飛 做了這麼多資料搜集 拿上來跟我們分享 不要這麼說… 今集說甚麼 今集我會說一個 牽連這件事中間的 一個好像小人物 但其實他是一個 在飛碟研究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人 喜歡看UFO 喜歡看海星人資料的話 一定認識他 一定認識他 Philip Corso Philip Corso 對,上幾個星期 也提過一個人名 叫Philip Corso Philip Corso本身是一個軍官 他應該很有可能是 因為他將一些飛碟的資料 告訴羅伯金賴迪 而令到約翰金賴迪 本來是一個美國總統 突然間對UFO很有興趣 也很有可能因為… 如果這樣解釋的話 很有可能因為 Philip Corso 而間接令到約翰金賴迪 是被人行刺的 因為他很有興趣 然後想爆炸 爆炸的資料 被人行刺了 所以Philip Corso這個人 整件事裡的影響力也很大 我想問你 Philip Corso是隸屬甚麼官家 或是甚麼部門 其實這個Philip Corso 他本身也是一個軍人 他也是隸屬在美軍裡面 一個空軍裡面的一個軍人 應該說他橫跨了 他在軍部的生活很多年 他橫跨了很多個不同的部門 他其中… 不如簡短一點說吧 因為他的一生很難 整集都說了 很傳奇 很傳奇 其實他本身是… 他打過韓戰 他打過越戰 是一個很正常的軍人 他曾經在他年輕的時候 他有一個機會 他去到一個空軍基地 在新墨西哥州一個空軍基地 不是Area 51 而是一個普通 大家可能聽過的 一個白沙空軍基地 白沙的空軍基地 他曾經在那裡駐守過 而在他的最傳奇的情況 就是他有一天 他經過一個空軍基地 經過一個貨倉 那貨倉裡面 就有其中一個軍人在那裡 那軍人站在那裡 就在那裡看著一個 準備運送去另一個地方的一個木箱 他在那裡看著木箱 那他看著木箱的時候 他就… 剛剛… Philip Corso就走進去 整個故事的起因就是他走進去 他看到這個人在看著木箱 他問他你在那裡做甚麼 他說 沒有,我在那裡看著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你也要看看吧 Philip Corso就說 喂,你是不可以看的 這些是寫著最秘密的東西 你是不可以看的 那叫了那個軍人就走了 而那個軍人走了之後 他始終都看了 他也是好奇 他就看到那個箱本身已經叫開了 他就揭開箱看 他一看那個箱,他看到甚麼呢 他看到箱裡有一個 一個很大的圓柱形的玻璃瓶 而這個瓶裡裝了一個 他頭很大 三至四尺 一隻眼睛很大的一個物種的屍體 是浸在一些藍色的液體裡面 那他當時看到就是… 為甚麼我會看到一些這樣的東西 他看到一隻外星人的屍體浸在那裡 而這箱東西到最後會運送到愛德華空軍基地 也都是其中一個用來研究UFO資料的一個地方 那他就把這盒東西看完之後 他覺得很大件事 他就馬上把這件事 把這個木箱釘回去 就當是看不到 然後他就走了 其實在這件事件裡面 可能是一個設定來的 但之後再說 而他見到這個屍體之後 他一直都完全沒有對外提過一句 見到一個外星人的屍體 事隔了很多年之後 他有一次就是被安排了 因為他本身是做情報科的 他就進去了五角大廈裡面做 他進去五角大廈 就做一個情報科的官員 他就會收集很多資料 很多情報的資料 而他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在五角大廈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被安排了進去 做一個叫做 在五角大廈裡面 一個叫做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部門 就跟著一個叫Trudy的將軍 就跟他去做事 Trudy的將軍也跟他說了一個資料 就是你的辦公室是在這裡附近的 在我樓上 你可以隨時下來找到我的 你一下來你就要找到我的 你要直接跟我報告 而他也找了一些賀槍實彈的警衛 是把幾個大的鐵箱的檔案 全部運送去 放在Philip Corso的辦公室 而跟Philip Corso說 這堆檔案 以後是由你去研究的 我不會再理會 這堆檔案是由你去辦的 但是你要去辦這堆檔案之後 你要直接報告給我的 其實他一直都不知道 有什麼這麼重要的做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做一些研發的東西 但是當他拿到檔案去看的時候 他就發覺不簡單 他一直不斷在… 他出了兩本書 他不斷在兩本書裡說這些檔案 他解釋的名字 他給了一個檔案名叫做Nut File 即是瘋狂的檔案 而這些檔案就是一頁有一頁 或者一箱箱的物件 都是一些不是地球上都有的科技 我想問當時是19多少年 約莫… 約莫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大概是1960多年 1960多年的時候 即是發生了很多飛碟等等事件 其實有些… 1947年羅茲威事件 那些碎片已經放在美國國防部裡 或者一些資料庫裡 已經說了20年之後 才讓Philip Corso再看 收到 他看到那些資料已經是20年前 收到 甚至他也拿過一些碎片 亦拿到很多不同的… 一些掉了出來的科技 他也拿在手上 他自己親手拿過 就是在那些一盒盒的東西 一箱箱那些碎片的東西 全都在他身上 他沒有親身去看這些是甚麼 他即是看到這些資料 他要知道他要有個任務 就是他要去做一件事 叫做Back Engineering 其實我之前也有提過 Back Engineering 就是將這些碎片裡面的科技 怎樣用我們人類的科技 把它變回… 即是用我們人類科技 把它做出來 那他要做的事是甚麼 他就安排了好幾間 很大的公司 那些很大的公司 其實那些公司是一些 很多電腦的公司 很多一些汽車的公司 或者是一些能源的公司 甚至是一些高科技的 一些電器的公司 即是不開名說 不開名說 這些是我們日常 是經常接觸得到的,是嗎 是的,全部… 每個香港人都會接觸得到 這些公司是每個香港人 都會接觸得到的 而這些公司 他叫這些公司的總工程師 去他們那裡開會 其實基本上他開會的時候 他所說的話都是說 OK,我們現在希望 你們去做一件這樣的物件出來 或者給予一些資料 例如一些光線怎樣聚焦 可以做到一個延燒的行為 或者怎樣利用一些光線 去傳送一些資料 即是激光那類的 類似的 然後他們各自回去研究 我之前說過隔了很久 他們拿回一輛車 那麼大的激光機回來 但他說不是那麼大 我在腹袋拿給你看 其實是一枝很細緻的筆 而它有燃燒的功能 那你回去再做研究 而其中他找到 有些什麼資料是有趣的 他會找到一些金屬的甲層 他找到金屬好像威化餅 他形容的金屬是威化餅一層一層一層 而每一層裡面的金屬 都有它自己的電腦板 即是那個金屬的甲層 是很多一層層的電腦板 他找到一些金屬是很薄的 薄得好像一張紙一樣薄 那你覺得這些質料 在真正地球上是否很少 沒有 尤其那個年代是更加沒有 他找到一些金屬好像石紙一樣 但是那些金屬是撕不爛的 而且它有一個記憶系統 你接巢了它會自己攤開的 他找到一些金屬會發出紫色的光 而上高 金屬和金屬的甲口 是有一些一條條的線流了出來 而那些流出來的線 是一條條透明的線 那塊記住那塊金屬片 已經是碎片 已經掉了出來二十年 但是那些線仍然會發光 仍然會發出不同顏色的光 在傳送一些資料的作用 他找到一些喉管 那些喉管 整條喉管是浸滿了一些油的物質在裏面 但是那些油的物質 這條喉管的深信是用來傳送一些資料的 即是說他利用油的狀況去傳送資料 他找到很多這些資料 他在很多的技術去研究之下 他發現原來外星人 根本已經操控了粒子的原子層的排列